南台湾因为大雨传出激烟水灾情 但是北部地区的石门水库 截至27号的中午12点 水库大坝水位置来到229.9公尺 除水量跌破了五成 也是近17年来同日最低 北水库管理局也期盼 在蓄水期11月结束前 能够有足够的净水量 华船队合理扛着船 准备进行日常训练 不过要下水的这段路程 现在却寸步难行 滑船队日常训练就位在石门水库的东岸阿姆平码头 在过去水库满水位的情况下 阶梯顶端就是水 不过近日北部高温 水把水位天天创新低 截至27号中午12点 石门水库水位在229.9公尺 蓄水量只有9300万吨 跌破5成 和过去同期相比 近5年平均1.7亿多吨 去年更直逼满水位 水量来到1.95亿吨 和现在足足差了1亿多吨 石门水库营运56年来 目前的干旱程度排名历年第8位 也创下近17年来同日最低 北水局期盼在11月前尽快补足进水量 记得林术强桃源报道